感觉需要帮忙或是向你寻求协助 但这时候应该要怎么确认 或是该怎么做比较好 有些视障朋友他在一个地方一直徘徊 会去问他说他需不需要帮忙 我们也会训练他是自己去走向声援 或是找向一些店家去寻求帮忙 如果看见视障朋友需要帮忙 向你寻求协助 其实有SOP可以遵循 首先先靠近向前亲身询问需求 如果对方需要帮忙 同时你也能帮上忙 接着可以互相触碰手背 让视障者顺势找到自己的手肘 或是也能请视障朋友搭着自己的肩膀 接着引导往前走 并且边述说目前的路况 但最重要的是两个人之间得保持好适当距离 那我们在引导的时候 我们会在视障朋友会在我们的后面大概半步 如果前面遇到一些落差或是危险的时候 我们停下来的时候 视障朋友有一些缓充的空间 两个人保持半步的距离 如果有突发状况或是前方有障碍物得绕道 才有缓充的时间和空间 同时也能避免肢体过度接触惹争议 不过有些行为就不太OK 像是推着视障朋友往前走 或是挽着手都没有保持适当的缓冲距离 甚至有人会拉着白手杖往前走 这点也是大NG 因为白手杖其实是帮助视障朋友 探测周边环境使用 街头遇到视障人士需要协助 民众日行一善 但要怎么避免误会 同时保护自己 还是得了解需求 才能减少争议 新新闻杨树 陈珊珊 采访报道 新闻杨树 采访报道